頂出一個腳之後有沒有 你人可以走得進去 走到前面去有沒有 如果有點聰明的話 直接把床單拿著跟你走了 不然都走一趟趟就有樣子 來把它頂出來 一樣 看你自己的寬度需要多少 自己可以蹲得下去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做法是一樣的 來 打開之後 先找到開頭的地方 正面要逃上對不對 好 先找到正面 好 一樣 不在手上 一樣 順下來 不要讓他有麻煩的機會 丟過去 也是一樣 打開的時候要注意看一下 你的正面要朝上 對對對 那通常來講的話 床的寬度會變寬 後面同學記得講一下 如果我考試就要進來講一下 因為 考試的床的話 我比這張床還要更大一點 就對了這樣子 所以 你要全部要甩開的話 會甩不開 我先跟他講一下 你先看一邊 然後再開另外一邊就對了這樣子 我剛剛忘了講的就對了 你注意看的動作 我先看右邊再開左邊喔 你注意看我的動作 我把右邊先顧好 就用一點力 我先顧好到這邊 就先顧好了 然後中間這裡有沒有 我走半圈就好了 我走過來之後走半圈 那走了之後 我要順便微調一下 中線把它調到正中間來 如果太過去的話 要順便把它拉過來一下下 然後之後再走回 在這邊來就直接鋪了 要記得 來 看一下 兩邊的好片好 來可以了 再往前拉一下 要記得 因為他們的床單比較 比較長比較寬 通常來講的話 兩邊你只要注意到之後 兩邊就對稱了 你不用理他了 你只要注意前方夠夠塞而已 對不對 所以記得 你站在前面的時候 只要過上墊 多個手掌寬度的時候 就一定可以塞 後面就不要理他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這是量過的 標準一定可以塞 就不用不要理他了 好 其他做法的話 就跟小床一模一樣的 對樣子 可是因為他比較寬對不對 對 你一次做不掉 一樣分兩次做 所以這邊 左邊以下 右手不要出來 左手來接 再過來之後 再過來這邊去抓 整個就抓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 也是一樣 弄做的跟小床一樣的做法 一樣 提 滑進去 放下來 角度好之後 有沒有 輸入要快 你輸入壞 名聲就會更快 對樣子 你輸入越慢的話 空進去的機率就會更多 所以提到快 對樣子 OK 好 這邊是一樣的做法 到時候考試場地不會這麼窄 會比較寬一點 不會這麼窄的這個樣子 好 後面要做的時候一樣 把保鐵墊帶到地方往後拉 從後面先拉平 再來包 不要急 後面先拉平 OK 好一樣 剛才前面你看到的地方 我在做這個給你們看 一半就可以了 抓緊往外抓緊 好 佛手不來接右手 右手在往後面抓緊 抓緊 那結束了 好來 這邊是一樣的做法 一樣 提起來 進去壓到 好放下來 那角度有沒有看到 要喘喘跑出來 我等一下 我跑過來了 OK 沒有對丟齁 再一次 好一樣 提起來 滑進去 要壓到 放下來 那角度要跑出來有沒有 好一樣 提起來 抓緊 OK 拉一下 好 好 再來是大家問題比較大的羽毛背 來 可以看好動作 來 羽毛背先鋪上去 OK 那在考試標準的被子的話 你長寬的話 弄反的話 就會出事情 來 通常來講的話 他的羽毛背 擺在上面的話 寬度 不會超過喘的寬度 如果你長弄反的話 長弄就會大過於喘的寬度 比如說你長寬弄反了 趕快調回來 他的寬度 不會大過喘的本身 你一定要記得 好不好 再來拿背套 背套記得我們要喘面做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大的開口往後面丟 要記得 好 你只要大開口之後 就往後面丟 就不會出事情 對不對 好 打開來之後 就剛剛兩個洞 有沒有 大概甩一下 轉到兩個洞 OK 右手進去 坐幫忙這樣往前走 速度快一點 到了之後 左手進去幫忙 好 拉上面這一層往前直走 快一點就可以看 速太快就可以了 好 一手抓一腳 一手抓一腳 好 壓抖了有沒有 抖得好就幸福了有沒有 抖不好就會很幸福 好 出去 腳要拉出來 坐在右手就可以了 往上提 左手多長都拉多長 拉越長的話 待會就越輕鬆 對 那樣子 多一層的話還有一個小動作 不要忘記了 拉上來有沒有 三等份 讓裡面的皺跟皮可以頂到 不要忘記這個小動作 OK 來 三分之一 拉一下 那這個皺跟皮有沒有 我現在有多少東西 收好在右手 再另外一個三分之一 這三分之二嘛對不對 那麼多跟皮有沒有 稍微抓到一下 來 握在手上 最後三分之一 最後三分之一 抖一下 那腳都拉到外面 不要塞進去 我現在把腳就塞進去了 這時候還不是塞腳的時候 這要往後丟 往後拉 再往前丟 好 翻轉回來 翻轉回來 一樣 順著旁邊 到時候考試的時候 被套的底端的地方 這地方還會車一點點進來 會比較好塞 這時候還沒有車到 現場考試標準的話 這邊還會車起來 所以這樣等塞進去的話 會更好找到它的 地方 好 下面這個地方 順下來 下面不要卡在下面 那樣子 順一下 然後再來找另外這一邊 來腳塞腳 方法來講的話 我剛改過了 考試的那個 類套的話 會有車縫在底部 會車縫起來 所以沒有問題 好 刷了之後 就要前面去 找兩個腳 好 來一樣 找腳 找到對不對 找腳塞腳 這時候你還記得嗎 有三分之二 這時候三分之二 如果太上去的時候 就是微調 把它調下去 然後太下去之後 就微調調上來 這時候因為還沒有裝好的話 最好調的時候 等你裝好再回去後面拉的時候 整個就是皮肉就會分離了 要調這時候不要忘記了 一定要記得喔 好來 找腳裝腳 好 順勢抖一下 好 後面這邊也舒適 順勢抖一下 然後走到另外一腳去 一樣找腳裝腳 空間比較小一點 來 一樣 找腳裝腳很容易 因為剛剛拉出來了 所以在後面的話 先不要塞腳 一定要記得 因為有注意 後面這個地方要調整 是微調比較好調 好 來 好 唉唷 吼掉了一點點 好 那邊再稍微可以抓一下 這個問題有點吼掉 好 好 這邊你要操作比較辛苦一點點 好 一樣 就是皮的話 它拉順 有沒有 它多的部分的話 切起床尾 就是往裡面塞到這個 你們只要記得 好 兩邊都打一次 記得喔 來 切起一次 往這邊再一次 好 那這邊又CUE好就好了 後面再輕壓一下 那是平整的 順一下 抓這條線抓出來 好 接下來的話 枕頭兩顆兩顆做 OK 這邊要先省略一下 它記得就是 開口要量兩項項 不要忘記了 OK 好 記得 兩邊的 有的寬度要一樣 來 來 這邊要讓它比較小一點點 過一點點 好 這段間的話就清楚了嗎 那記得 有的寬度 好